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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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震天下 父亲 您血迹无双之月 又被拉克申偷袭 导致七血两溃 何必为了我这点伤势 才耗费心神 你的伤是因为父所致 为父岂能做事不管 拉克申的钢犬强横无比 寻常人若是哀伤 必是肝肠寸断 筋骨崩铃 怎么你却只受了些皮外伤 一定是无双之月 劃进了他大半的里头 我才侥幸脱险吧 也有道理 不过为了谨慎起见 背负还是要帮你彻查 一遍全身经脉 免得留下什么隐患 多谢父亲 奇怪 他气息紊乱 脉象虚幅 体内屏幕隐藏内力 难道 是我多虑了 还是你隐藏得太深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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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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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父已经仔细检查过了 你的体内尚有拉克身的余劲未散 不过你不用担心 为父已经用内力将其封住了 叫父亲老心费身 孩儿心里身份过意不去 这些天你不要乱跑 就待在房间里好好休息吧 父亲慢走 司空贤 也许你隐藏了实力 也许没有 但为父看中你的并非武功的强弱 所以你还是老老实实的 做一个对我没有任何威胁的趁与者吧 爹 爹你在干什么 你爷爷怕是容不下我了 什么 您之前不是还劝我要服从爷爷吗 怎么突然就 我本以为用亲戚可以劝服他老人家 可是我想错了 他不仅像防贼一样防着我 这一次 更是直接对我的身体 做了手脚 我错了 爹 你才是对的 虽然我不愿意 但现在只有一个人能帮咱们把你爷爷 拉回来了 谁 蜿蜒症 他 阿琪 你快去收拾一下 立刻南下鸣凤阁 一定要说服蜿蜒症回来 可要是爷爷知道我偷偷离开的话 我会找理由拖住他 你快去吧 现在就 爹 爹 你怎么了 爹 冯震 别 别杀他们 你看到什么了 别杀 秦月 何为 别杀 爹 您刚才说星云何为 他们 阿琪 快走 尽早把蜒症带回来 也许 以前还有传记 就是这儿了 这种地方 怎么了 看上去 很荒凉的样子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无稽就关在这里 而且 被一头怪兽砍着 怪兽 哼 我倒是真想见识见识的 哎呀 我就是习惯你这股霸气的大男人味道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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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怪兽呢 在哪儿 这不是来了吗 汪玉 你看着赤鸣 我来会会这家伙 不用他看着我 这等好戏 你赶我走我也不会走的 哎 哎 哎 这就是你说的怪物 我又没有亲眼见过 哎 张信 这家伙好厉害 啊 哎呀 哎呀 啊 我爱你 啊 我爱你 啊 啊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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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司空琪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猜 他这像是要离家出走 是吧何卫 他要离家出走 你们管不着 我劝你还是赶紧回房休息去 别让我们哥儿俩为难 是吧何卫 别让我为难 阿琪 把家伙放下 二位 你们跟踪阿琪 已经有段时间了吧 然而阿琪要离开宗家 你们却没有向我父亲告密 我之前对阿琪说的话 你们是不是 司空先生 您之前所说的称语 究竟 哦 原来是心虚了过来摸底呢 阿琪 我要乱将 怎么 提前知道自己大县将至 这滋味不好受吧 阿琪 我们怎么知道你所言非虚 你如何证明 喂 我爹的称语 哪次没应验 天气不可信 但并非误解 我不要你们马上做出选择 眼下 你们只要高高手 放阿琪去做他应做的事 至少给你们自己 留一条退路 如何 如何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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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凝隆君 啊 啊 走吧 去找无尽 不用找了 我在这儿呢 喂 你们干嘛欺负修修 修修 他是我的宠物 专替我赶走无聊的访客 你把他怎么拉 快放了他 这 修修 别理着羞坏人 咱们走 等等 鸣凤阁的文静 现在命在淡气 只有你能救他 文静 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就是玉龙堡的完颜症 是 好吧 我跟你们去救文静 不过 你得帮我准备一件东西 你说 鸣鹰草 鸣鹰草 难怪你挺大的岁数 还长得这么嫩 原来是靠他呀 你这阿姨 倒是见多识广 你叫我什么 只有拿到鸣鹰草 我才能帮你 没有鸣鹰草 我跟你去 也是白搭 我还没用 我还是在厨子 快 你不想加 你 这个 那么 我 我 你看 了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给我下来 我要跟你决斗 不不不 你的对手不是我 是他 秉原 我要杀了你 为冷精血报仇 好 那看来 我的仇比起你 要更深重一些呢 怎么样不要 看来你从冷清血那里学了不少本事 小奶猫 不要 不准你叫我小奶猫 不准你提冷清血的名字 我这一手 连冷清雪 都不会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救你 我不在的时候 照顾好自己 给我上 原来是高虎帮的小公子 小废话 这小姐们我指定了 是吗 转着他半点 想想现在就定了 莫顿时 好 快 我挑的是他们的 资产 立即的联姻 我看这等抢击没什么分 给你三点时间 我要见人 我要见事 想得早就完美好了 有人只爱我来取你性命 穷龙不能一日无数 咱们都能让这椅子一只空呢 毕竟 我也是念家的一份心 你只要不吸入那个世界的空气 便会拥有超长的能力 二少爷姓灵了 松手 若果你没有办法 抢这世纪的发生 咱们就由我来保护他 有点意思 撒码关注画江湖之幻世门生官方微博 并加入官方Q群即刻掌握最新消息 对了 还有萌萌达官博君等你调戏哟 真没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 我就会在这里 遇到失散已久的族人 温元兄 不用帮他 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只是不想 冲到司空明的覆辙而已 你到底是哪条的 在我眼里 叛徒 比敌人更可恨 更该杀